Hello,大家好,我是AEC教育顧問的Phoebe 今天的影片我會為大家介紹 去澳洲升讀醫科和牙醫這兩個學科的一些課程資料 眾所周知,在香港本地大學升讀醫科和牙醫這兩個學科 競爭都是非常激烈,而且入學要求都是很高的 所以每一年都會有不少的同學會考慮去到海外,特別是澳洲升讀這兩個學科 首先介紹在澳洲讀醫科的一些課程資料 一般來說,在澳洲提供醫科的課程會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入讀大學學士一年級的課程 而另一種就是同學要先完成一個為期三年的學士課程 然後再透過Graduate Entry去收讀醫科博士課程 直入大學一年級課程一般會是為期五至六年 部分大學開辦的課程是一個雙學位課程 叫做Bachel of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即是內外傳科醫學士的課程 而有些大學就會提供將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混合一起的醫科課程 即是Bachel of Medical Studies 或者Medical Science 以及Doctor of Medicine 這些課程同樣都是可以給完成中學的同學去申請 在澳洲八大大學裡有提供直入的醫科課程 大部分學校都會要求同學在中學的時候有讀CAM和數學 亦都會推薦同學有讀過Bio 第二樣東西就是同學要去考一個醫科入學試 不同大學都會要求同學考不同的入學試 而比較多學校就會要求同學考一個叫做ISAC的入學試 ISAC的全名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 Test 是由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 Research制定的 部分學校譬如是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醫科 就會要求同學考一個叫做UKAT ANZ的入學試 補充多一句 UNSW他們是接受同學考UKAT和ISAC的入學試 第三樣就是同學的英文成績 一般來說 醫科課程都會要求同學在ILZ拿到平均分7分的成績 最後一樣就是面試 同學在入學試表現得好的話 就會有機會收到學校的邀請去進行面試 如果同學在面試也表現得好 就會有機會被學校取錄收讀醫科 如果同學的公開考試成績未如理想 但又想收讀醫科的話 就可以選擇透過graduate entry的途徑考入醫學院 正如較早前所說 同學要先完成一個受認證的學試學位 譬如是生物醫學 之後再以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去報讀醫學院 收讀一般為期四年的醫學博士課程 現在接受這個途徑申請入讀醫科的澳洲八大院校 包括有麥爾本大學 色力大學 昆士蘭大學 以及西澳大學 跟申請學試學位的時候一樣 同學都要有非常出色的學術和英文成績 而且都要考醫科的入學試和面試 唯一的分別就是 因為MD的入學試不是考ISAC 而是考Gameset的入學試 我會在下一個影片為大家介紹 澳洲的牙醫課程 以及讀完醫科和牙醫這兩個學科 畢業回來香港的一些註冊資訊 如果大家要任何疑問 都歡迎向AEC教育顧問查詢班 在下一個影片為大家可以找到 合理你